在几个人达成共识之后 珍水无香提出了一点请求 其实这里很多人都是冲着你来的 如果现在贸然有我指挥的话 他们不一定会听 我想请你先说几句话 可以吗 关于这一点 叶茨也很苦恼 他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沦落为了背景板 而现在好不容易他勉强从那种尴尬里脱身出来 如果再说点什么 是不是事态会更加不好收拾 珍水无香似乎也看出了叶茨的顾虑 他笑着说 公子佑 你只用跟他们说 这次站到的指挥是我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交给我好了 为了看看珍水无香是不是真的好指挥 叶茨还是答应了 现在越来越热闹 一间喧闹的快跟菜市场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个时候地图频道里忽然蹦出了一条信息 这次和北大陆玩家战斗的指挥是真水无香 请要参加战斗的玩家接通指挥频道 说这话的人当然不是别人 就是叶茨 果然不出所料 在叶茨说话之后 大部分来凑热闹的玩家立刻沸腾了起来 哇 真的是公子佑 哇 真的是真人哎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活的公子佑 快点截图 快点截图 公子佑可是很少在公共频道里说话的 这种东西不截图就没了 叶茨的脸都已经黑了 他默默地看着真水无香 真水无香则摸摸鼻子 丝毫不敢再看叶茨 这个时候他还是迅速解决 面前的问题比较好 哼 妞伤沼泽是中立地图 我们不反对战争 但是我们绝对不允许 无所谓的杀戮 东大陆玩家历来是爱好和平的 可是我们却不能容许别人以我们的爱好和平 就说我们懦弱 就以为我们好欺负 是不是这样 这话在地图频道里发了一遍 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响应 叶茨专注地看着真水无香的表情 他并不着急 也不紧张 只是继续煽动大家 和大家互动 渐渐地 在地图频道里面 横抄打魂的人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专注地听他说话 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喊 真水 上指挥频道 忽然又有一个声音冒了出来 是一个叫做夜童的家伙 你们的队伍还没有集结好 不是正在集结吗 立刻有人回答了他 那你们能不能快点 我现在快到西门了 我后面好多北部大陆的玩家 我都死了好几次才到这里 你们居然还没有集结好 这要怎么开打 夜童的话 顿时让整个地图频道都紧张起来 大家都自觉地登陆了地图指挥频道 鲜少有人在地图频道里打字聊天了 倒是指挥频道里一片叽叽喳喳 真水无香关了所有人的语音 开始做战前部署 在命运这款游戏里 不但游戏的画面用到了最新的感官技术 就连一些谢之末节的东西 也做了很人性化的设计 就比如说统战频道 在原来的游戏中 只能组成一个个的团队 然后再将各个团队的团长集结起来 这样的话 如果是大型的战斗 就光团长也有百八十个 指挥也是很成问题 可是在命运中却有本质的改变的 在每张地图里 或者每个大陆频道里 都有一个指挥频道 平时指挥频道是没有人进入的 但是当有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作为指挥的玩家 可以缴纳十到一百个金币不等 打开指挥频道 获得最高的指挥权限 当然 如果开放了指挥频道十分钟后 指挥频道的人数不能超过一百人 指挥就会被系统自动解聘 要想下次再进入指挥频道 就只能等到二十四小时之后了 这样的安排 不但节省了外部软件的麻烦 也有效地控制了无聊人士霸占频道 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而在指挥开启了指挥频道之后 进入指挥频道的玩家 将被系统默认为参加战斗 他所有的信息都将被系统 统计进指挥频道的指挥统筹界面 在这个界面里 指挥可以轻而易举地看见 参加战斗的玩家到底有多少 每种职业的玩家有多少 稍微进行一排序 就能够看见各个玩家的等级是多少 身上装备的评分又是多少 这样 总指挥对于所有玩家的调配 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不仅仅如此 每个指挥频道的总指挥 还可以下设最多十五个分指挥 来帮助他指挥战斗 然后 总指挥可以在统筹见面 对所有玩家分战区 交给下面的分指挥 至于指挥频道里面的发言 也是十分严格的 在指挥没有控制之前 所有的玩家都可以在指挥频道里说话 不过 当战斗一开始 指挥就会将自由说话全部关掉 整个频道里只能听见总指挥和分指挥的声音 指挥的语音频道里 同时分为总指挥频道和分指挥频道 总指挥和分指挥都可以在总指挥频道进行发言 但是 分指挥在总指挥频道里发言是有时间限制的 每个分指挥在自己战区的指挥频道里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 他不可以到别的分区指挥的指挥频道里发言 至于总指挥的发言 可以让所有玩家全部听到 也可以跳到各个战区的分指挥频道里说话 也就是说 在一场战斗中 总指挥就是最高权力者 只要这场战斗没有结束 无论你的等级再高 无论你的操作再好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大神 都会受到总指挥的约束 叶茨静静地听着 真水无香报备整个指挥频道的人数 做战斗前的部署 果然 在这块中立地图里的玩家并不算多 根据统筹界面的显示 现在 在本地图95%以上的东大陆玩家 全部都加入了战斗 可是 就算这样 也仅仅不到4000人 要知道 在这样的地图上 系统默认的玩家容纳数量 是50万到100万之间 而现在的人数 只能够说明 游商沼泽这块地图 实在是人丁担保 确实是一块 没有什么人的鬼欲 既然 东大陆玩家都不多 想必 北部大陆的玩家 也不会多到什么地方去 这场战斗 比起冠军城的战斗来说 果然 还是小型战斗 虽然 冠军城的战斗中 西部大陆玩家 大概 只有一万人左右 可是 鉴于 城市地图的错综复杂 和东大陆玩家的不给力 实在也是一场 艰难的战斗了 按照叶茨的经验 这工程战 和野外战 绝对不是在 一个档次上的战斗 毕竟 野外战 可以随便跑 可以有各种地形 随便利用 可是 在城市里 就局促得多 更何况 这次战斗 我方的玩家 都是一些普通的玩家 而敌方的 北部大陆玩家 是和我方玩家 一样的 普通玩家 跟上一次 西部大陆的 精英玩家相比 实在是 没有什么可比性 这样一来 这场战斗 除了是考量 真水无香的 指挥技术之外 其他的东西 都不太能引起 一次的注意了 真水无香 在指挥频道里 条理分明地 做了战前部署 虽然 刚刚一开始 说话的时候 他紧张得 连嗓音 都有些变了 但是 大概说了 三分钟之后 他的整个状态 就松弛了很多 看他个人的状态 也淡定了不少 很快 战斗 拉开了序幕 因为 叶茨 平时接触的指挥 多是严谨的 认真的 特别是 麋鹿和 青岩墨两个家伙 大概是看 叶茨指挥多了 身子上 一股子 翻版 叶茨的味道 指挥 虽然话多一点 但是 绝对是 一丝不苟的 绝对是 风格似吏的 所以 当叶茨接触到 真水无香的指挥之后 还是有种 大大的不习惯 和叶茨平时 遇见的指挥不一样 真水无香的指挥 是轻松的 调侃的 话绕的 不过 逻辑性很强 让人听着 觉得 十分心情愉快 抱团了 站西北方向 小山的同学们 我是喊你们 抱团站在一起 不是喊你们 一字排开 在那里当卫兵的 知道抱团不 就是站在 你们分指挥的 那个点上 什么 看不见 你们的分指挥 那我让他脱了衣服 给你们跳段螺舞 好演一下情操 行不行啊 哥哥姐姐们 抱团了 抱团了就开打 你们那个战区 全部都是法系职业 不打干什么 法师是什么 法师 那就是炮台呀 别管别人 打他们就成了 只要你们还剩一口篮 陪我使劲的打 不要爬OT OT算我的 战斗结束 我给你们跳螺舞成本 最前方的骑士 一字排开 做防御姿势 是中文大写的一字 哦 不好意思 我忘记了 还有外国玩家 就是横向一排排开 一个挨着一个 你就当着 你标上那个家伙 就是欠你钱的家伙 你不挨着他 他就跑了 一定紧紧挨着 哎呦喂 我说大家左右看看 是朝着北大陆玩家 攻击的方向防御 不是朝着我的方向防御 我又不抱你的菊花 你防御我干嘛 奶妈奶爸们 你们要坐在队伍的中间 不要乱跑 你们是心肝宝贝成不 只要你们活着 你们要听多少我爱你 我都能说 我要到处走 要知道 你们就是对方的 头号目标 你们一跑 就会被集合的 干嘛 想成为靶子啊 那要不要我一会儿 给你们拍照留念啊 对了对了 全部躲到 战士和骑士的后面去 搓在一起啊 你们就负责加血 和驱散各种状态就行了 记得 你们没有敌人 你们就只要盯着 我们的血条就行了 盗贼们 你们是最伟大的刺客 燃烧吧 小宇宙 隐身吧 前行吧 上去 去抱北部大陆玩家的 小菊花吧 他们需要你们 不要拒绝 不要羞涩 不要因为他们是娇花 就联系他们 当然 也要小心 保护好你们的小菊花 千万不要回来的时候 变成向日葵了 所有的游侠 都隐身 潜藏在法系职业 和奶妈奶爸的周围 保证我们的奶妈们 不被对方的小盗贼 给爆了菊花 那就是你们一生中 最重要的任务 叶茨 听着真水无香的指挥 差点都要笑得喷出来了 这个家伙 到底是怎么想到 这些词的 虽然带着调侃 虽然 微微有些俗 可是 却十分 浅显易动 要知道 并不是每个玩家 都参加过这种战斗的 也不是每个玩家 都知道 在战斗中 该怎么战位 怎么防御的 而真水无香这种 亚俗共赏 浅显易动的指挥 正好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该做什么 他们该怎么做 虽然 战斗才刚刚开始 但是 叶茨已经对于 真水无香的指挥 给予了挺高的评价 这样的人指挥 确实能让整个团队里 都很放松 不过 如果 他仅仅只有 这个本事的话 那也只是一个 普通的指挥伴了 正这么想的时候 叶茨发现 自己被调配进了一个 大约有五十人的团队中 真水无香说的 哼 在统筹见面 你们是等级最高的 装备评分最高的 有第一次玩全新游戏的人吗 没有人回答 看来 所有人都不是 真水无香 点点头 那 有第一次参与 这种对战的吗 这次 大概有三四个人回答 还有五六个说 自己对于这种对战模式 感觉很陌生 真水无香 立刻耐心地解释 这个团队 要作为突击队 要意识和操作都比较好 如果没有参加过 这种对战模式的话 就回大部队 几个玩家表示理解 退出了这个小团队 回大部队去了 剩下的人 想必都是有 很多次战斗的经验的 那么 我就不多话了 你们的任务 只有一个 打乱对方的战斗节奏 为后面的玩家 和新人们 赢得进攻 和组织进攻的时间 得到了 全部人的肯定之后 真水无香 又布置了大家的 冲击方向 就回主频道去了 这个时候 叶子心里算是对 真水无香 刮目相看了 这个家伙 不但大俗大雅 而且 粗中有戏 对于不同的人 有绝对不同的指挥方式 这样的指挥 可塑性果然很强 上一世 他没有成为 十大指挥之一 真是太可惜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叶子其实已经动了 要挖 真水无香 墙角的念头 只是 根据上一世 月清秋反馈的情况来看 真水无香 最珍贵的一个品质 是忠诚 就算上一世 他的团队 那么的不尽如人意 可是 真水无香 也从来就没有主动 要离开他们 所以 叶子并没有多少把握 能挖到这个人 不过 叶子是一个 万事都要尽力的人 所以 不到最后 他是绝对 不会放弃的 北部大陆的玩家大部队 终于和 东部大陆的玩家大部队 冲突到了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 真水无香 对着突击团队喊 抓紧时间突击 同时详心 对方的突击团队 老四 不愧是 史诗级的宠物 他的种族 是霸王龙 在命运的 动物排名中 霸王龙 可以算得上是 最好战的生物之一了 而对于老四来说 他最喜欢的两件事 除了吃 就是打架 所以 遇见这种情况 他老早就已经 按耐不住 激动的心情了 要不是叶子 一直牵制着他 估计 他早就已经冲到 对方的阵营了 而现在 既然指挥 已经下令冲刺 叶子也就 不再牵制老四 老四立刻像是 冰咸的剑一般 弹了出去 他的奔跑速度极快 在战斗中 又有加速技能 只是眨眼功夫 就将和他同时 冲出来的人 全部 拉开了距离 了解 了解 感谢观看